開中民意,我們從氣候變遷專家概念圖來看 氣候變遷基本上它有自然的因素跟人為的因素 自然的因素就是洋流跟大氣環流的改變 這些會造成聖陰現象,造成地球環境的改變 第二個,人為的因素裡面也分兩個部分 比如說我們使用了煤噴霧劑等等 會造成CFC的這些化合物,然後造成臭氧層的破洞 也會造成環境改變 第三個是人為因素分兩項 第一個是燃燒化石燃料、發電、煤、汽油等等 會產生很多的臭氧、二氧化碳、二氧化氮、氧化氧等等 更重要的有一個因素是什麼呢? 是農木葉的活動 農木葉的活動會產生什麼? 它會產生很重要的就是除了剛剛提過的二氧化碳之外 還會有甲烷、還會有氧化氧炭、甚至還會有氨氣 氨氣會造成酸性氣體,到處會造成酸魚 而其他甲烷、二氧化氧、氧化氧等等 因為農木葉造成的跟燃燒石化燃料 都會產生所謂的溫磁氣體 而造成溫磁效應影響到全球暖化 造成地球環境的改變 那這次地方還有一個漏網之魚 叫做太陽輻射增強 那當然,越靠近地球 太陽去靠近地球 我們越是會造成暖化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叫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的時候就會產生很多的流化路 這條路一路前過來到這裡 也會造成酸性氣體造成酸性燃 那所有這些現象到處都造成地球環境的改變 影響至早上提到的海平面上升 作物射程減少、糧食的問題 公共、衛生、極端氣候增加 生物多樣性能不消失 以及兩樣最可怕的危機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溫源循環的停止 會造成小冰惑期 另外一個就是基地、北極以及海底的甲烷 這些要是暴衝起來到地面上造成冰環境的爆炸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毀滅之日來到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有了這樣一個氣候變遷專家概念圖 可能大家就知道我們今天主打的就是這個部分 溫室氣的薄熄的部分 然後大概會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造成哪些溫室氣體 以及這些溫室氣體是從哪一個產業而來的 然後第三個會點出來 原來畜牧業是其中的元兇 我們除了對暖化的影響 我們來看看它對環境的衝擊有哪一些 最後提到世界潛能減碳的新潮流 以及什麼是最快能夠減碳的方法 第一個我們講到造成暖化溫室氣體 這個大家應該比較耳熟能詳的 重點就是說因為大氣層裡面有紅外線 它變成一個毯子或者保溫箱一樣 那地球上次要靠紅外線 那麼到底這個溫室氣體 對地球好不好 我們剛剛提過地球現在是15度C 假如沒有溫室氣體是-18度C 而且大氣層裡面只有285ppm 百萬分之280那麼少的CO2 所以地球是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究竟之間 看我們另外兩個鄰居 第一個 金星花大氣層裡面幾乎98% 全部都是96%都是二氧化碳 結果它的溫度升到多少 420度C 然後火星另外一個鄰居 大氣層裡面幾乎沒有二氧化碳 不會加熱溫度多少-50度C 所以一個是冰玉一個是煉玉 看來地球這個是恰恰 所以溫室氣體對地球好不好 好但是再多一點就完了 我們就越來越靠近精心了 那溫室氣體吸熱原理很有趣的就是 剛剛提到過太陽照著光地球 地球散熱出去是靠紅外線 紅外線基本上它波長很長 而波長很長的東西大概只會被多原子組成的所吸收 不會被雙原子組成的分子所吸收 比如說氧跟氮等等都是靠分子之間的振動 所以它吸收的是能量比較高的紫光啊 但是三個原子組成的分子 它分子之間除了振動之外還有滾動 而滾動的能量就正好趨近波長的紅外光 所以你會看到氧為什麼不是溫室氣體 但N2為什麼不是溫室氣體 而必須是三個原子或是O3才會是溫室氣體 就是因為滾動的能量趨近於紅外線吸收的能量 那既然講到分子氣體 道解馬歇斯重要等主要是三個 第一個是溫氧化碳來源什麼燃煤啊燃氣油啊 第二個就是為了汽物業我們砍發雨林啊 把樹木都燒掉了 那巴西的雨林本來是地球的廢 現在全都把它燒掉了 自然它的碳就跑到大氣城裡面去了 第三個就是交通運輸工具 那再來是甲碗 甲碗是什麼呢 本身就是gas 就是煤氣 也就是我們家有燃廚房裡面燃燒的煤氣 從何而來最主要就是牛打隔放屁啊 幾乎都是在排甲碗 然後吃了纖維性的東西 在它流味之內無氧下去分解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甲碗氣體產生 那另外呢 它的糞便跟尿尿都排到一個湖裡面去 裡面冒的都是泡泡的 那就是早期的甲碗 它都是燃燒的 那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 氧化亞旦 剛剛提過 它事實上是一種神經毒氣 當我們製造化學肥料的時候 就會產生氧化亞旦 以及把化學肥料 然後撕灑到圖裡面去 它也一直會冒種氣體出來 那這三個東西 到底它加熱效應是多少 假如以二氧化碳為1的話 加碗是72倍 兩氧化亞旦是296倍啊 但是因為二氧化碳量比較多 加碗比較少 兩氧化亞旦非常少 所以我們把它這個 微挺之後 全部加起來 二氧化碳幾乎佔了6成的加熱效應 加碗是4成 兩氧化亞旦大概1成 不過我這邊先賣個關子 二氧化碳的加熱效應 其實是噴風啊 我從新竹來的 大家曉得新竹縣裡面有一種茶 叫做東方美的茶 噴風茶 對二氧化碳就是噴風 然後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是噴風啊 好 那在這邊先給大家一個印象 為什麼一直說 這個牛羊會造成 造成這種溫食氣體 在甲碗這地方那麼嚴重呢 是因為一頭牛 在它消化過程中 一天可以排出大概800到1000公升的甲碗 全世界有10億多頭 你們現在想看 它一直在裡面加熱 而且是二氧化碳加熱效應的72倍 所以一公斤牛肉 從它的生產週期裡面 總共會排放出36公斤的二氧化碳 哇 這個圖很驚人 不過讓大家看一看人皮是怎麼樣子 人皮事實上裡面的甲碗并不多 只有少量的青甲碗跟氧等等 我們來看看 因為很難去牛的屁股後面點火 所以找不到這個影片 只找不到這位人兄 這位人兄 好 白髮姿勢了 先試試看 小試一下 OK 現在開始真正試了 深吸一口氣 來吧 哇 把這拉鼠都點來了 再看看它 左褲右盤 洋洋得意 所以 所以啊 不管是牛的屁啊 會燃燒 人屁都可以啊 那 那牛的屁裡面 含的那個甲碗更是不得了嗎 好 剛剛提到說二氧化碳 事實上是蓬風 那到底為什麼說它是蓬風 因為二氧化碳 我們在燃煤 燃石化氣流的時候 燒上變成二氧化碳的時候 事實上它本身也會產生另外一種 它的軟生兄弟叫做黑炭或是柳酸鹽 其實就是一種懸浮在大氣裡面的一個懸浮的例子 那這些例子基本上它會冷卻 而不是像二氧化碳一樣暖化 那我們來看看它真正的效應是怎麼樣的 那大家這個圖很複雜 只要看顏色就好了 那這個部分是二氧化碳加熱的效應 差不多是這麼多 那這是它的軟生兄弟叫做氣焦的 它冷卻的效應 這兩個加起來大概就抵消它大概七成左右了 那當然它是透過吸收或是反射陽光 比如說火山灰到天空冷視上 它也會反射陽光 也可以造成冷化 氣焦的作用也是類似 所以二氧化碳 事實上因為它這個氣焦的軟生兄弟 事實上它的暖化的前提 事實上並沒有原來的將近六成那麼高 所以第二名甲烷才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 那甲烷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說剛剛也提過的 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體層裡面 哇百年千年老神在在 因為它太穩定了 甲烷是一個比較活化的氣體 所以在大氣層裡面大概八年到十二年 就清潔流流變成二氧化碳了 那所以這邊有兩個效應 一個是二十三年 一個是一個是一百 假如平均一百年的話 它會是效應當然 暖化能力比較低 因為它不過八年十二年就沒了 你去平均一百年沒什麼意義 所以應該是平均二十年 所以加起來就是七十二倍 二氧化碳加熱能力了 另外一個因素是 為什麼要從二氧化碳著手 因為 對不起 為什麼要從甲烷著手 因為二氧化碳的工業革命 到現在只增加了大概三四成 哇 甲烷增加了一倍半 所以不從它開刀 從誰開刀 一定要從它開始 你今天開始停止排放甲烷 不管兩三年之內 所有的動物 我們不養的話 事實上甲烷就慢慢清潔流流 而花癢化碳 我今天工廠關門 發電廠關門 然後 所以不燃沒了 也不燒氣流 但是在大氣層裡面 還會加熱百年前年 所以短期要看地甘劍影 一定要由甲烷著手 才可以快速見效